双十一购物节结束了 不少民众等着取货来开箱 但是却让超商被堆积如山的包裹 简直要给塞爆 来看到这样的画面真的好夸张 就是有网友分享 他们在便利商店看到的景象 可以看到这包裹 根本占据了店内所有走廊 甚至堆起来比店员的身高 都还要来得高 超商业者坦言 平常每一间分店每一天的包裹量 平均才只有一百多件 但是在双十一期间 包裹量会是平常的四到五倍之多 还预估这样的情况 还会再持续个好几天 双十一公务节刚过 民众迫不及待要取货开箱 但是网购订单爆料 先苦了超商店员 看看这些照片 包裹一袋又一袋 把走道站得满满满 还有纸箱叠叠了 甚至堆到比店员还要高 就快看不到柜台 可以看到超商原本放置包裹的货架 都已经是塞爆了 现在连旁边的地板上 都是堆积如下的包裹 超商那一包量包裹 也引来网友讨论 有人说点咖啡 只能隔着纸箱和店员喊话 还有人体谅店员辛劳 更有不少网友纷纷忏悔 跟店员说对不起 自己贡献了七箱 而业者也表示 平时每间店 每天大约会收到一百件包裹 但双十一期间 每天平均会有五百件 是平常的四到五倍 我们有门市回报 就是他可能一天最多的话 就是收到八百件的包裹 陆续的话 十二到十四之间 会陆续到超商的门市来 我们门市有一些群组的部分 我们有店长会呼吁 就是民众可以尽早来拿走 他的包裹这样 这三天是高峰期 民众出入超商 尤其是傍晚到货时段 恐怕都会看到 这堆积如山的景象 民众双十一抢占利品 店家忙出货 而背后苦主 恐怕还是站在第一线的超商店员 这有周一婷 燕临凡台北报道